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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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拿起修其子观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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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继续讲149页 同样的,请荧光幕前的听众 为了众法故,专身正做,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 我们讲到第一段完的试文开始 此柱中修子观 柱就是子柱 至柱即子柱 这个子就是停柱 柱就是停柱 那即安住而非行之位 那么这个安住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住在台北市或是住在纽约,那个住也叫住 然后如果你站着不动,也叫住 所以这个,以这个汉文的这个住字 意义来讲就有一点ambiguity 有一种暧昧 但是如果从这个经文来讲 也就是从佛法的明相来讲 行住坐卧,四位仪嘛 所以这四位仪当然就是身体的动作 所以不是住在纽约或住在台北这种住 而是应该就是停柱,站柱 这不太低?好像低了一点 不会,你转过来 刚好 所以这个住应该是 这样就清楚了 停住站住,不走动 因为相对于前面的行,行是走动 那么现在不走动,就停住了 由心住身者 这个住 这个住就是住了 那古文 因为这宝靖大师他也是老一辈的人 所以这个住就好像马停下来 那个叫住 所以日本文,他们停车场叫住车场 对 所以同阴同甲 这两个字,同样的阴可以互相假戒 假戒的意思是借用 因为以前的文人 即使现在的文人也是一样 你讲同样的字句 讲多了 自己觉得很不耐烦 所以要换一个字用 这样的 那一方面表示有点变化 另一方面 很抱歉老师 文人就有这个毛病 想要表示自己有学问 我懂得很多字 这样子 可是在文章的做法里面就有一种就是 为了要避免重复 然后 这个 所以给他一点变化 有一点点味道 所以 由心住身的 由心住身 以其身由心所使 心 由心住身这个住 在这里是极无动词 由这个心令身住 极无动词 极无动词 就令成什么住 那下面的那个受词就在下面 身 就住身 就是令身住 就令身停下来 所以就是心令这个身停下来 以其身由心所使 因为身是由心所驱使的 那 身是自己不会懂的 必须要由心来驱动他 所以 身是由心使 那么 心住 身者住 所以 心如果住 你这个心住下面可以打一个顿 心住 身者住 若心不住 若心不住 那如果心不住下来的话 身也没办法住下来了 这个住 身也不住 这个住 这个住 应该做安住 这样 身也不安住 那不安住是什么意思呢? 不安住的意思就是闪动的意思了 毕竟空急的 毕竟空急的意思呢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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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住之心 及所住之法 一一息皆离四句 绝百非 当体本集 是吧 就能住的心 跟所住的法 每一个 都是离四句 绝百非 什么是四句呢? 这就是四句 什么是四句呢? 就是四种陈述 什么陈述呢? 可以说是佛法的陈述 或是外道的这种对于理的陈述 叫做四句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 第二个就是义 第三个是义、义、义、义 第四个非义、非义 那什么是义? 义就是说 万法是义 这样子 这就是 这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 principle 或是basic statement 就根本原理 就是说 一切万法就是义 所谓的万法归义 这样子 万法归义 那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陈述 那么就是一个总原理 他这一派哲学的总原理 所以这跟逻辑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学佛法 一定要通逻辑 要不然你就学不深 万法是义 万法是义 那 那以这个针锋相对的 就是说万法非义 万法是义 是义 也就是多种 非义 所以 你看那个解释经典的 常常讲 常讲说 绝世俱里百飞 对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是世俱 这就是世俱 那什么呢? 西安先讲 然后万法是义 这是某一派提出来 说 那么 这宇宙人间的一切原理就是义 没有别的 就是义 就是一个道理 道理是一个 这样的 那另外一派就说 道理很多很多 不只是一个 对 非常多 那么 所以万法是义 而且是 这些道理都是各自不相同的 那你看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哪个是对啊? 所以万法是多种非义 也对 对不对? 好 然后另外一派就 你们两个都错了 万法是义 也是义 这个称为双义 是义也是义 就是说 这义呢 就等于是同 一就是同 那义就是不同 所以万法是一一种 或者是也可以是多种 是同种也可以是义种 这样的吗? 所以万法之间可以互相有区别 但是他们也许就有一个共通的性质 对吧?也对 对 所以以逻辑来判也对啊 然后第四派就要说 你们都错了 万法不是义也不是义 这万法 这万法的本性啊 一切的法性啊 不是义也不是义 不是同也不是不同 这样的吗? 这样的吗? 所以你们都错了 我对了 这样的吗? 好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在 在法上种种的分别 那么 种种的分别 那依自己的我见的 那种种的分别 那么这叫四句 那四句的意思就是四种陈述 四种对法的这个禅士的说法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是也是很对的啊 你独立来看也是很对 你即使拼在一起看也是很对 如果你不学佛的正法的话 不通正法眼障的话 那都是对的 你没有办法说 你要你要学哪一个 你紧直没办法选 就好像我看西洋哲学史 整个看完了以后 觉得每一派都好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学佛 那当学佛也是当哲学来学 就看都很好 都很好不知道要学哪一派 那么印度哲学那更丰富了 你知道吗 九十六种外道够你学了 所以好学的人去学 光是学印度的九十六种外道 就够你学了 而且他学来就有 讲来还是头头是道 比如说外道的那个二十五种民地 这也是很高深 那个这些都是什么 这个既是这个玄学 玄学 上次忘了讲 玄学 所谓的形上学就叫玄学 为什么 因为形上学是很玄的 而且是以老子所说是玄之又玄 那么 所以印度的哲学 充满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那么 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取得 除非你学了佛法 你学了佛法以后 哎呀 都对了 但是都是鬼扯 那么都是一篇之见 然后都有很大的缺陷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你要先把佛法通了才行 否则的话就会像有人讲说 哎这个西洋哲学也是蛮不错的 有些学佛的人啊 然后东方哲学也是很好的 那就搞不清楚 就是因为搞不清楚才会这样子 那就那样的程度就跟我在高中大学的程度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懂 懂一些 但是没有全懂 就没有办法分辨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一定要 学到 入乎其中 出乎其外 哎 入乎其中 入乎其中 出乎其外 入乎其中 就是说 你完完全全整个全身全心 投入了 投入了 然后把他学的通达 叫入乎其中 而且完全进去了 然后进去以后 然后再退出来 反观他 反观他 验证无误以后 那就是对的 哎 不过 通常你若是学世间法的人 你 只能入乎其中 但是你出不来 通常就出不来 除非你就是 有佛法为 为凭借 然后你才出得来 出得来 然后来看 哎 好 离世巨绝百飞 我准备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有这个玩意儿 那一讲一讲就很麻烦 那什么叫离世巨呢 所以你即使西餐细很久 你恐怕也不会懂什么叫离世巨 也很难懂 那我跟你讲 一句话就讲通了 太便宜了 因为古代注解的书 也没讲说什么叫离世巨 乃至于任杰经 也很多讲离世巨的地方 离世巨绝百飞 但是很少有把它做出来的 你看 是不是太便宜了 说 讲破不值三个钱 其实这个不值三百钱 所以离世巨绝百飞 所以离世巨绝百飞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百飞是从世巨来的 再发展 这世巨的妄想 再加妄想 然后就变成百飞了 所以就远离一切妄想分别 就是离世巨绝百飞 因为远离一切的妄想 所以就当体本极 就看到当体本极 因此就与真空相应 这个真空是什么? 真空相应 这个真空是什么? 你真正要解释的话 真正的真空是 真空不空 这才是真的玄 你看玄不玄 你要理解这个 一来又有三跟二来 然后心来清净 还要心清净 那三来还要有想象力 想象就是思维啊 那种高超的思维 这种想象不是胡思乱想那种想象 是佛法所说的观想 观跟想 很客观的观这个法性法相 然后去思维他的道理叫观想 所以真空不空 那这个真空不空 这又不好解 但是我一解了 又很好解 又好 又太便宜 所以我这个奖金就是 政法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都很便宜嘛 每一件都是25SEN 对不对 在美国的话 台湾大概就是30元一个 真空不空 为什么? 真空如果空的话 连空的名字都没有 是不是? 那既然有那个名字 所以他就 光是有那个名字 就已经不空了 对不对 第二个 他既然有那个名 那他必须要有一个实 一定要有一个实 跟这个名相当 这样子吧 所以他那个名一定对了一个实 如果是绝对没有 绝对都没有 都是空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连名也没有 才是真正的没有 对不对 那既然有这个空这个名 那么 可见他是有 所以 你看讲了半天 这个就变成一种 一种反过来讲了 变成 空意思是有 这个很深吧 所以 所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对 所以空意思有 所以 空非空 空 空若空者 空如果空的话 一无其名 这样子 那么 这样子 现在讲就把这个空 再多讲一点 再多讲一点 这个是大家所容易误解的地方 你就懂了吧 房子空 房子空 是指什么 房子里面没有东西 叫做房子空 对不对 不是说没有房子 是不是 所以房子还是有的 里面没东西 没有东西 没有家具 没有人 没有畜生 叫做房子空 是不是 房体还是有 对不对 太好了 肚子空也是一样 肚子空是什么 里面没有食物 对不对 里面有食物 所以肚子空 这肚子还在吗 肚子还在吗 对不对 所以肚子空不是没有肚子 对 那么同样的 心空 也是指 心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烦恼 主要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乃至于 暂时没有思维 没有念头 叫做心空 可是心还有吗 心还是有的 所以不是把心都去掉了 然后再叫心空 不是 心不能去掉 心去不掉 而且也不需要去掉 只要把心里面的东西去掉就行了 对吧 你看 这很严重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把心都空掉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感觉了 然后这叫心空 这是错的 你知道吗 所以 心空那个心体还是有的 可是那个心空呢 是不会真正的完全空掉 因为 因为 如果有的话 也是暂时的 不会恒常的空 所以你那个心 既然是心 那么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起念 就有心必有念 所以你那个念 你心中可以暂时没有什么念头 就说明为心空 明为 只是称作心空而已 那但是你不能恒常的 几天几夜 乃至于说几个月 那不可能的是 那甚至于几小时 心都 里面都没有起念 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由实际来看的 那 因为心 有心必有念 然后 只是你的念 是正念 邪念 善念 恶念 无纪念 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如果心起善念 那你就是 心善 心善 修善法 助于善念 那 心起恶念 那你就会变成恶人 对不对 那么 心起邪念 就变邪人 对不对 那心起无纪念 就变成什么 无名人 就愚痴人 无名人 这样 所以 这个是非常关重要 所以 很多人这个学波诺 波诺 就以为说 全部都空了 什么四大皆空 那个都是 用善人 事实上那个是一种方便而已 波诺 波诺的法 是一种方便 波诺讲空 对自由嘛 那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对自由 因为众生有贪着有的病 对不对 贪着什么叫有 贪着一切实际的 能触摸的事情 的东西 的这样子的毛病 那贪着这些有什么问题呢 就堕于生死 所以 佛怎么样度众生呢 度众生就是 令众生离贪 离一切贪 就出生死了 所以我顺便讲 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常说 我要度众生 我要度众生 你怎么度 你怎么度 要令众生离贪 离贪着 乃至于 由贪着衍生出来的贪是种种恶法 对 贪是原本 这样 所以 请问你 你有这个能耐吗 对 你不要说在家人 出家人也是一样 对 所以我向来 我从出发性我就知道 所以我向来不讲说我度众生 对我不敢 我没有那个能耐 我只讲利益众生 所以从今以往 不要再空含什么度众生 要度尽众生 你一个众生都度不了 不要说度尽众生 你要转他的贪 为不贪 对 乃至于为能不失 然后能利益他人 这个 这个就已经 这个没有办法 这很难的啦 这众生的习气太重了 有时候 有时候听经文法 一时感动 可以做一点点 但是 过后呢 就蛮后悔的 这样子 怎么没有把下个月的预算给算进去呢 哎呀 下次不敢了 好 所以 与真空相应 这个空 就是 如果你要勉强的解释 就是 没有贪然的意念 就叫空 没有贪然的心 叫做空 那我问你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叫做空的话 那我问你 这个佛世尊的心 空不空 他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嘛 大慈大悲 大慈大慧 借定慧等词 乃至于实力事无所谓 种种功德庄严 这些空掉了没有 这不能空嘛 这空了我们就死了嘛 我们就死了 怎么 所以不能空 所以空是个阶段性的 你要先把燃法去掉 然后空掉 然后空掉干净了 清净了 所以空是让你达到清净的界域 所以 选教的最大的功能就是 先清垃圾 给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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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怎么唱呢 灯 灯 OK 所以就是清垃圾 这个空法就是清垃圾的 然后令你达到清净 所以 一切的 显教来自于禅宗的最高境界 就是达到一项 一项什么 就是清净项 对 所以如果以法来讲 那就说 所谓的清净法身 先达到法身的这个地步 这样 然后 那我顺便讲一下 圆满报身 千百亿化身 这个都是密教的境界 清净法身 以自渡 圆满报身 千百亿化身 以渡无量众 那那个就不是 那个就不是行者本身 能够修得到的 一定是要诸佛加持 所以就是 从不思义开始 这我讲 星期五讲大日经的时候 要讲 所以 所以 显教最高最高 就达到不思义处 然后达于一项 不思义 对不对 不二法门 然后 再往上修 那就没了 那就要靠密教 密教就起 就无量的方便了 无量的加持 然后达到无量的庄严 不是一项了 而是无量的项了 对 无量无边的庄严之相 对 所以能够度无量众嘛 所以你看嘛 这个 禅师都是很清净 清净 对 很简朴 对 可是你修密的 密教的菩萨 都是很庄严 对不对 种种阴落 什么的 这样的 当然那也是表法了 不是真正他 他买了很多珠宝了 你不要这样想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修密 我将来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珍珠 然后钻石 带起来 然后 五百克拉的放在那里 五百克拉的放在那里 手指都抬不起来 好 接着 所以 与真空相应 故隐 必尽空急 接着 所以这样就是修官 在停住 站住的时候 修官 下面一个论文 三座者若于坐时应坐事念 我今为何等事欲坐 若为诸烦恼即不善无忌事等即不应坐 为善利益事则应坐 三者坐着 这个坐 这里是指 通常应该是指禅坐 禅坐 而不是说 走累了 然后坐在椅子上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特指 四位语里面的坐是指禅坐 那么 如果在坐的时候 应坐事念 也就是说 不可以 不知不觉的就坐下去 然后 而应该要明觉 坐意的 坐事念 这样子自问 你看 所以 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话 这是挺麻烦的 对不对 走路的时候也要自问一下 然后要坐的时候也要自问一下 为什么 是修什么 绝 对 然后修 了了之 这个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 说有一个禅师去参一个大禅师 是的 然后 他们 出去 二人 就是 去 行脚的时候 会拿一支雨伞 然后 也穿了罗汉鞋 然后 那个 那进去禅堂的时候 然后 那个大禅师就问他说 你刚刚那雨伞是放在鞋子的左边 还是放在鞋子的右边 你通常会去记这个事吗 不会的嘛 就放了就算了嘛 对 他就打不出来 然后 然后 那个 然后那个公案里面就写说 因为他打不出来嘛 就 某某是无对 然后 笑什么 就 那个大禅师就 诗变打 就打他 然后 打了又 然后就某某是 那 打了一下以后 某某是基悠醒 就念醒了 就是醒悟了 也就是说 有点悟道了 有点开悟了 这样子 不是大悟了 游行就是 有点开悟 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些公案 他好像都在做一些谜语 然后 然后也都没有解释 好像都在开玩笑一样 讲笑话一样 但是都有意思的 所以 这个就是 在教行者说 要了了之 一行一动 一行一动都了了之 这样 了之道 这叫什么呢 就是跟那个 四念处里面的 身念处 这就是修身念处 所以 这个 禅师也是要修的 这个四念处 事实上 所有的行者都 这个四念处都要修 只不过 小圣的四念处 比较趋向于自己了托 以这个为中心 这样子 那么大圣就是 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令众生都能够绝了深受心法 而修学这个 都不是为了自求解脱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大圣就是 你就是没有话讲 他就是信仰就是大 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 那 我讲说 自我取向 the self oriented 对 儿生 自求解脱嘛 所以自我取向 大圣呢 就很明显 他就是众生取向 他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而修行 这个就跟我们佛的出发心是相应的 对不对 我们佛为什么 要出家修行 舍胎子为出家修行 就是为了度众生 为了利益众生 令众生解脱 而不是说 为了要度脱他自己 对不对 那如果那样的话 因为出发心的关系 他就会照那样做 那我们就不会有佛法 因为他得了解脱 他得了虐斑 他就入虐斑了 就跟阿罗汉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会有佛法 或者那时候也就不会有佛法 不要说现在了 就一直不会有佛法了 那还有呢 如果是自求解脱的话 那他所求是虐斑 就不是菩提 所以也不会有佛出世 他在怎么修也不会有佛出世 顶多就是挣了一个阿罗汉尔威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嘛 所以 所以这个发心非常重要 那个发心就是你一个 好像北极星一样 你的一个 这个行行的这个指标嘛 对不对 所以你到这个菩提之行的指标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的生死 那为了法、正法 能不能久住世间 这样子的取向 所以这个大圣跟二圣的差别是确定是有的 所以这个规矩来讲 这二圣不管怎么修 都逃不了一个自我 就是他就是以自我 就绕着这个自我而走 所以 就是以这个自我当作他那个center 中央中心 好 接着呢 他就说 你如果在做的时候 我就应该做意明觉的自己自问 做事念 你可以这样写 这个也是 外太空来的 如是自问 这个解释 不错 如是自问 我现在为什么要 为了什么事而要做 那就是问什么? 问目的 问目的 那如果是为了诸烦恼 为了诸烦恼 这个为诸烦恼的意思就是为了做诸烦恼 想要做诸烦恼 以及做不善无济事 要加个做字 不善事 再加一个事 不善事及无济事等 就不应做 那如果是为了善 然后打一个顿号 而且是有利益的事 这个利益可以包括自他利益 则应做 则可以做 而且必须要做 那云和做中修子 云和就是如何 那在做中 就是静坐中 怎么样去修子呢? 若于做时 因为我们通常 那这个已经是静坐 所以跟前面是一样的 若于做时 则当了之 因于做故 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 如果你在做的时候 则当了之 了之就是因为观察而了之 观察而了之 因于做故 因于 就由于 由于做的因缘 做的因缘 则有 则你可以加这个 在做中 则在做中 便有一切烦恼 或善恶等法 然后加一个生起 两个字 再加一个生起 所以 你做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你不是一做 就没事了 就空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做 就里面会 做中的特别的那一些法 会生起 跟你走路的时候 就前面走路的时候的那种 那些生起的法 就不太一样 做中的时候 还是 心中还是会有很多的法生起 这些法呢 包括这个做中特有的烦恼 或是善恶种种法 这样子 来自于见种种像 闻种种生 那么 都会生起 那这很特殊的 这做中尤其是特殊 那像那个 柱啊行啊柱啊 这个都是一般的 四位仪 所以他所生起的法 心中所生起的法 就比较平常 就跟我们实生活是相关的 但是做中是一个很特殊的 因为 就这么说 就说个笑话 你搞不好就入了定了 对不对 事实上都搞好了啦 对不对 或者说不小心就入定了 对不对 那么入了定 就入社界了 哇 这个 听下一大事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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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永远 永远